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说这两本师传的古书之前 还得提一下这图古书的墓葬 其实这座墓葬算是我们的老生查谈了 而且在国内甚至是世界的极其具有影响力 更是被誉为世界之大古墓西式增访之一 它就是鼎鼎大名的马娃堆汉墓 很多人可能知道 核武队在马娃堆汉墓中 清理出了无数的珍贵宝物 比如修罪富人马娃堆薄化 肃杀残疑等等 可是却不知道马娃堆汉墓的被发掘过程 也是极其的诡异的 时间回到1971年 当时长沙马娃堆的小山坡 又被修解医院 然后就在工人们盖活的时候 遭遇了塌方 可是没想到的是 而用钢签擦着土中 拔出来去 磨造了一股非常刺鼻的气味 而且很快这个小洞中还冒出诡异的蓝色火焰 也就是鬼火 这一诡异时间被捅到长沙武里去了 由考古专家立刻带队 这肯定下面有这个墓葬 就这样长沙考古队 立马驱车赶到了马娃堆汉墓决县长 到达之后 很快确认马娃堆下面有一处墓葬 而且墓很大 最后清理出来的文物 其实让考古专家惊喜的 就是这个马娃堆博书 马娃堆博书共计有28本 差不多有12万个字 可以说这是最为有价值的文物遗产 而我们又说的一本十传古书 就是52病发 52病发的作者日记不详 此书应该是战户时期出现的 而且没什么名字 52病发证明是专家小组发泄的 也是我国现今最早的医学著作 52病发中记载了100公所级别的治疗方式 共计一万多字 可惜的部分已经裁缺了 感谢了中医师 其中让医学者感到流的是 这个52病发工记载的治疗方式 简直是中处中央 一定程度发现了我们对这个中医界的认知 好了本期的结许期划作者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评论转发点赞